我們現在的戰況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激烈 那現在對我來說也是一個告急的情況 所以呢兩個人的這個差距之間呢 真的是在伯仲之間 所以真的要拜託我們所有這個黨內的好朋友 讓國民黨有一次改變的機會 讓年輕人有一次改變的機會 我們可以看到民進黨在2024年的大選上 今天的最新的訊息是 他們會大膽的啟用年輕人 這就是針對國民黨而來的 所以國民黨如果有看到 民進黨打算運行的這個戰術的話 也要知道在國民黨的這個立法委員初選 如果能夠讓更多的年輕人 那進到2024年的選戰裡面 才有可能跟民進黨呈現一個PK的態勢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開始這個走戰車的行程了 那今天非常感謝我們戴喜慶戴議長 我們台北市議會的大家長 也會陪我走戰車 那大家都知道戴喜慶議長也是我們選區的議員 所以能夠得到戴喜慶議長的支持 那我自己是覺得對我來說 在民調上面也會有所加分 再來我前幾天也有巧遇這個我們行政中立的民政局的局長 那雖然他是公務人員行政中立 但是我私下跟他的關係是把他當成大哥一樣 所以在我們的選區裡面不管是戴喜慶或是陳永和 那相信他們給我的支持跟鼓勵都可以讓我在4月16到18號的民調上面有更好的表現 干貝醬 這款干貝醬裡面真材實料 比方說它有嚴選的大干貝 那麼另外在這個裡面你還可以吃得到這一顆一顆的鮑魚 非常非常的新鮮而且肥美 歡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CTI-798的代碼來上網代購